教授独自面对手机开讲 原来是在进行视讯上课 手机轮体里40多人同时上线 随时点名提问 平东大学从8号起 全校将近9000人全都不需入校上课 实施为期7天的远距教学 全是因为亲民廉价 全校学生大概目前有350个 是有就是这个11个经典有出入过的 那为避免群聚开讲的部分 实施一个远距教学 校园里空荡荡 人最多的地方就在宿舍 宿舍寝室里 四名同学安静地坐在各自的书桌前 都戴上耳机上着不同的课 大家都聚在同一个寝室里面 就会有种 我原来他在上这堂课 有点可惜 因为我们是读那种诗作的 然后他常是陶艺课 我们就变成说做不了陶艺这样 同学感受各不同 但许多学生陆续返回其他县市的住家 就担心学生啪啪走 校方提前宣导 回到家或回到宿舍 我们有足够他们一定要 就是佩戴口罩 四年佩戴口罩 然后尽量减少在观众场合那边出入 不入校7天就是希望这新的授课方式 能避免可能爆发的廉价后群聚感染 大约新闻 陈一针 真热平 屏东报道